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新的中聯版主任駱惠寧今天首日上任 與此同時民建聯跟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會面 就著新一年的財政預算案提出了建議 不過他們的建議很多都是與民為敵 完全沒有在區議會選舉大敗之中吸取教訓 簡直可以說是輸到猛了 繼續有選舉後遺症發作 似乎覺得市民應該被懲治 我們一起看看民建聯作出了什麼離譜的建議 首先講一下黨主席李慧琼說什麼 李慧琼在區議會選舉當中 都是險勝長毛梁國雄少少的票數 加上他選後 一副肯承擔選舉大敗責任的模樣 又說向這個黨辭職 只不過被黨員挽留 實情是沒有人需要就選舉大敗負責 這些政黨真是不知所謂 當年曾鈺成2003年區議會選舉大敗 都肯去辭職 起碼是一種承擔 李慧琼今天跟陳茂波大師長說什麼呢 他就說 已經嚴厲敦促陳茂波在這個非常時期 要作出一份非常預算案 以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問題 什麼叫嚴厲敦促呢 敦促就不可以嚴厲 敦促就是非常溫和非常和諧才叫敦 你最多就是嚴厲速請 敦促可以加嚴厲在前面形容嗎 這些人沒有文化的 還有什麼叫深層次矛盾問題 他那個否釋又如何呢 就說包括貧富差距銳增 基層缺乏向上流動機會等等 都會使得民怨積壓 這些就是廢話 深層次矛盾問題就是什麼 就是特區政府不肯正視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特區政府不肯推動真相普選 特區政府在過去的23年以來 長期不去搞政制改革 不斷拖延政制發展步伐 亦不敢向北京反映香港人的真正民意 每個人只懂得保住自己的官位 享受拆鞋 完全施惠素餐 不知所謂 這些竟然還說基層缺乏向上流動 貧富懸殊 這些東西 還想著將過去二十多年的事情蒙運過關 一天沒有真相普選 一天都會缺乏向上流動 一天都會貧富懸殊 因為你這班人全部都賣港求榮 全部都不是從香港人的本位出發的所有政策 所以就算換誰做行政長官都好 都是一條樣的 好了繼續說回李慧琼說什麼了 他認為政府必須突破固有的政策框架和理財思維 推了一份較有前瞻和進取的預算案 他就說過去的財政預算案 就不會推出一些施政報告以外的新措施 建議政府以求變的心態作出改變 突破過往的做法以解決現時的社會困局 盡快恢復社會秩序 我們一起洗耳恭聽到底 民建聯在這個和陳茂波大師長會面當中 作出了什麼精細的建議 我們一起聽聽吧 為了恢復社會秩序 民建聯建議增加警方的人手和提升裝備 以有效面對和處理暴力破壞事件 減少肢體衝突 就說警方的人力和裝備已經受盡考驗和挑戰 應該要增撥資源 還要增加警察的人手編制 同時提升警方的防暴防護裝備 以及情緒管理 以及反恐情報搜集的資源和人員培訓 根本就是與民為敵 這些建議是民生方面的事不好好做 反而用政治凌駕一切 騎劫一切 還要提出一些很明顯和主流民意相違背的建議 民建聯是不是選舉後遺症還沒好了呢 輸到猛了 所以就要和主流民意為敵 特意提出一些建議 激起主流市民的民憤 是不是這樣呢 怎麼會增加警方人手 還說可以減少肢體衝突 一天有警察 一天就有肢體衝突 因為那群警察情緒失控 就是因為他們要欺騙OT 就是因為他們不可以把這個步伐停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一旦所有的市面平靜起來的時候 輪到這群的走狗胖 是不是 非了盡良工床 狡兔死走狗胖 這群警察就變成走狗 被人落鑊煮的 被人清算 所以就要不停跳起市民的憤怒 你這樣還說要加強他們的人手 根本上就是掌勵邪惡 懲罰正義 你怎麼會提出這些建議 在下屆的立法會選舉當中 大家一定要出來投票 未登記做選民的一定要快點登記做選民 如果不是 你到時被這些人大勝的話 只會把自己吐血而死 好了 這個建議就已經夠白癡了 還沒夠 最終還要增撥資源來檢控市民 他怎麼說 就是要分別增加警方的調查搜證與檢控的人員 以及律政司設立專職隊伍 負責處理修例風波中的一切涉嫌私行暴力行為 的刑事責任 那怎麼做呢 就是要設立一個24小時運作的特別法庭 以加快處理大量積壓在法庭等候審判的工作 你是不是判斷了 為什麼會加強這些工作呢 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做 整個特區來說 這麼多的民生問題 你不去好好提出一些建議來解決 你竟然要求 調撥一些資源來設立24小時法庭 比這個便利店還瘋了 你就是要使得市民害怕 整定法庭等待你 你不怕就出來吧 這樣來說 根本就是縱容那些警察 濫捕濫告濫用私刑濫用暴力 你不去叫警察展開大圍捕的策略 去濫捕市民 不得已 你還想著去調撥資源 然後要求司法制度去配合你 這些警察來的審訊 根本就是在搞三權合作制 務求全方位來配合那些警察 你那些警察沒什麼的 他拘捕錯人 又不需要負上任何責任的 亂告人又不需要負上任何責任的 告不入更加只是拍屁股跑掉 成本就是由市民來承擔 民建聯怎麼會提出這些24小時法庭的建議 當然周浩鼎有解釋 他就說是參考英國政府2011年的時候 應對騷亂的做法 相信24小時運作這個特別法庭 就可以增加阻嚇性達到止暴制亂的後果 你為什麼不參考英國政府民選制度 別人是有民主的選舉 他現在搞得這個所謂的特別法庭 如果選民認為他不應該這樣做的話 下一屆可以用選票去踢他走的 在換屆選舉當中 是可以踢所有這些人走的 換了政府他的席頭 你特區政府有沒有全面的民主 你參考別人的事你知不知醜的 別人的好事你不參考 別人的壞事你就參考得十足 其實這個英國的特別法庭 在當地的人權組織一直都是備受批評的 根本上就認為他是違反人權侵害人權的 你看看當年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報導 一樣是一面倒地對於這個特別法庭做出批評的 你竟然間就參考一個極壞的例子 英國有這麼好的民主制度你不去參考一下 這些人是垃圾的 英做就不去做 第三件事就是要清理這個連儂牆 建議調拔資源去做 為什麼呢 就說 各區出現的所謂違法標語的連儂牆 就嚴重影響市容 夠不夠民建聯的議員 掛那些BANNER影響市容 看到你想作偶 看到你就反胃了 你不拆掉它 一癡根影響市容 聽說很多市民都受歡迎 甚至乎我覺得如果將它永久擺設的時候 就肯定會成為這個旅遊景點 是不是 多鬼魚 或者影響市容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來的 他就說當局應該和食環署、地政署和路政署 在18區設立聯合特遣隊 負責及時清理全港違法標語 因為這些連儂牆經常死灰復燃 麻煩你去收檔吧 加藏牆屋 搞幾個特遣隊 特遣隊應該做什麼呢 應該清算你警察 誰有做過行使私刑的、濫用暴力的 就去抓他就對了 什麼叫青年農場 特意搞隊人出來青年農場 特區政府有很多錢嗎? 那麼多錢你不派給那些市民? 做這些陰則的事 這些建議本身 就已經很沒辦法了 簡直就是沒有天裝沒有地在 怎麼說出來的 你自己不去寫就不讓人寫 我建議 18個區議會當中 今天尼島區議會就選了政府主席 因為有8個鄉頭在尼島區 所以就由建制派立回 其他17個區 真是希望他們 盡快去通過一些動議 將現時的連儂牆 有哪些是在公家的地方 將它永久化 而且廣切這個連儂牆 使得這群民建聯 建制派的政黨 全部收爹 將它合法化 不要經常說 別人的標語是違法標語 當成像街招般來扮 完全是錯了這個心態 我相信在17個區議會當中 要通過這些動議 就不是很困難的 因為民主派就佔了絕對的優勢 別讓這些人說得出就說 青年農場 清你的命 整群人都發瘋了 你自己不寫 你就不讓人寫 根本要限制人家表達自由 你自己寫都可以 你整群人有個孤狗寒 幾元你不肯說那麼多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